好了,繼續講下去了,當然,剛才那兩部分之後還有一些拆解點 就是一個文化背景,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日本人、美國人對很多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當然這部分也不是很純心理學的,有時候叫做牽涉社會學,或者叫做社會分析的部分 但這個要打算拆解一個人是很重要的 生活學家要理解的事情,他的背景是很重要的,他成長的文化是甚麼 另外,成長經歷,我經常說,一個人究竟他怎樣大,他後面有幾位兄弟姊妹 他的家庭背景是怎樣,他的居住環境是怎樣,他小時候父母怎樣教他,很重要 另外,叫年齡階層,甚麼叫年齡階層,我經常說笑,年齡階層千萬不要看笑,因為原來有階層反應 當然,譬如我們西方有所謂中產階級,我經常說香港就叫做離地,即是沒有甚麼真正中產階級 我們可能錢就等於中產,但思維就不是中產,好,說回西方 西方階層分析是好的效,因為原來西方人對中產的概念 某一個形成是經過很多年的形成,因爲它的特質,包括某些價值觀是很一致的 這個遲些可能會有些時間再延伸,但是說年齡,年齡要特定反應 大人我不說,說小朋友,因爲我現在專注照顧我自己的小朋友 那我小朋友本身正在成長,那我就翻閱我以前讀過一些兒童理論 原來就發現,原來叫屎尿屁,叫屎尿屁旗 這個很難聽,什麽叫屎尿屁旗 原來這個概念,靈致兒童的drama,即是兒童的戲劇 原來說,哄小朋友笑,有甚麼方法呢 其實其中一個方法就是,你是不是加屎尿屁,在台詞裏便會笑 我最初想,是否這麽簡單,這麽神奇,後來廢是真的 原來某個階段的小朋友是不需要特別技巧的 你無端端講屎尿屁,尿屁屁,便便,然後他就無端端小偷懵 多有趣,這就是階層,這就是年齡的特性控制了他 還有其他,有大量的,譬如很簡單的 原來,譬如小學,可能一二三年級,很喜歡他的年齡引致他的看法 很喜歡講偏心,是不可以講偏心的 原來他的階段叫自我中心,於是一感覺別人對自己不好 馬上說偏心,偏心 這個觀察,除了我自己讀書時的感覺之外 我常去看課,甚至乎很多文人都好,都發現原來小朋友的確很喜歡講偏心 這個也是他的年齡促成的,不是個人差異 就是他自己本身,每個都是那個年齡,都是這樣想的 還有沒有呢?有,就可能到初中了 很多人原來很重視朋友生日 他人生可能就說,下月哪個生日,明天哪個生日 我大人覺得很無聊,這麼小事 原來他的年齡是很重要的 譬如,我們經常說,某些年齡很重視自己的臉 很重視自己的髮型,是年齡控制了 解釋推,你知道對手有什麼年紀 有時也可能掌握他 剛才我說過,我不說成人住 成人不說,但是說晚年 你知道自己的對手,或者某個合作的伙伴 他有小朋友,你試著跟他說小朋友 我很打動他,你試著跟我突然說小朋友 就是叫做臭仔驚,我很著弱,因為他能打動我 這就是我的年紀,隱身後面,某個階段 產生的一個心理效果 好了,再說回,階層也有很多微妙的東西 大家可能不知道,或者可能都知道 階層不單止影響你行為思維,而味覺也有影響 有些人研究過,原來低下階層是特別的鮮味,強烈味道敏感的 我經常說笑,怎樣知道一個階層好不好 你發現他落很多醬,落很多的調味料 通常都是低下階層的 因為原來我們發現很多的叫上層,或者叫中產異常的人 通常又開始,味覺是比較挑剔的 它敏感度是高很多的 而長時間怎樣形成呢,就是原來是小小的培養 而反過來,可能是低下階層 通常都是用很濃烈的味道去送飯、吃飯 令到自己飽逃 那個取向是否一樣 好了,這個跟這個生理學思考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很簡單 你知道同一個階層出身的東西 你吃東西的時候,落多點料,落少點料 帶他去哪裡吃東西,已經是能夠掌握到他 或者突然間跟他的關係保持得更加良好 這麼巧一個人去低下階層出身的 你跟他說,不如去吃魚子醬,教他吃 我告訴你,很多低下階層吃不出的分別 反過來,另外一些人很簡單的說 我開瓶紅酒給你,這麼巧一個低下階層的話 沒有訓練過,或者一般人說 他心裏面的一句是不要喝 你說很貴的,他就知道很貴 但他不知道什麼叫好喝 因為他味覺的分別不一 就是分別不到 好了,角色與情景 我引申就是由心理學跳到管理學 一個很出名的名言 就是屁股決定思維 什麼叫屁股呢?就是錯位置決定思維 這個就是很多年前我聽的 就是當時我是讀大學六四的時間 我問老師,我問老師 我說老師其實為什麼那些人敢想 可以這樣下令清場 老師說屁股決定這個思維 你坐那個位置,你看到自己的權力 看到敵人,看到自己怎樣保住自己 你看不到民間的需要 看不到究竟人的真正感受 因為你的位置已經決定了你的眼界 所以為什麼說屁股決定思維呢? 因為坐那個位置 你已經再不能夠變回之前了 這也是很多悲劇都這樣來 因為可能很多人是出身低下階層 就慢慢爬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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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升了之後,說要問他位置之後 他忘記了民間疾苦 因為他屁股太高了,坐得 於是他想事情已經開始不到位 或者叫不到位 好了,還有情景之外 好了,一般的社會情景氣氛 或者某些生命情景氣氛 都能夠影響一個人的思維判斷 或者行為反應 我舉例子 最近突然間你在網上不小心 你說一些可能是政治言論 你不小心說錯了一兩個字眼 你馬上會被人圍攻 於是這個社會氣氛逼到什麼 就是不出聲 突然間出聲也好,私下說 最多是兩三個人分享 不免避免麻煩 其實這個也是 好了,後面見到兩個很小的字眼 叫做盧西法後應和筆路實驗 這個挺有趣的 可以多說一點 一個就是一個很殘忍的實驗 就是彷彿一個人做一個人為監獄 叫大學生自己扮演監獄署長 叫大學生分別扮演獄竹 一些就扮演囚犯 於是要看很認真地扮演的時間 有什麼反應 反應就是原來越扮得久 越入氣的話 它的非人化表現越多 情況等於很多穿了制服的人 就慢慢是動作 大過自己個人反應 這也是挺有趣的東西 這跟心理學很有關的 因為就是 如果假設 譬如現在這樣 你分析一個警務人員 他怎麼想的呢 你不要當是一個人 這個不是貶義 你當是一個角色 當是一個機器 這樣想就合理些 可能摸制服之後 他可能變回一個人 但是他穿制服 對不起 因為他本身是角色大過一個人 好了 你一個不老實驗就挺有趣 我想很多人沒有聽過 原來心理學家就想 原來究竟什麼元素令到人老呢 只要知道 就可能是生理原因 原來心理原因有沒有令到一個人老呢 有 心理學家就這樣想 有沒有這樣的設計 證明心理元素令到人老呢 一個很特別的實驗 原來有個人設計了一條村 他認為心理會影響變不變老 我記得有個老師 他說 為什麼變老呢 他說 我的朋友死了 沒有人跟他聊天 我沒有辦法不老 這句話好有趣 原來心理學 我以下講的實驗 我能夠印證這句話 他說什麼 原來他設計了一條村 那條村 就是一個四五十年代的村落 一個仿真度很高的一個村落 那叫一群現行可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 是不是 就是 在老人院居住的 那叫他去四五十年代那條仿真村住 那做什麼呢 那條村呢 提供的食物 全部是當年代最出名的 最時興的 另外就是 他的報紙 電視全部播放當年 他有限的一些還原的資料 播放 就是說他按電視 不會看到現在的節目 只能夠看到以前 他的年代的節目 那做什麼呢 原來發現 經過可能是 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他的心理狀況 包括他的可能皮膚電流 各方面 變回年輕 由此可見 這個實驗 廣告了 我們怎麼想自己 怎麼認為自己有沒有老 是可以改變自己的年齡 或者客觀反應 我們變不變老 和心理是有關的